我们看这题 鸡兔同龙 兔的数量是鸡的两倍 且兔比鸡多60条区 所以鸡兔各有几只 我们看 兔的数量是 鸡的两倍 所以应该是说 有两只兔 有两只兔 我们现在先把那个 理议先搞清楚 兔的数量 动物的数量 鸡一只 那么兔是等于鸡的 可是兔有两只 所以兔是有四条体 四条体 然后鸡 一只鸡 这两条体 一只鸡有两条体 OK 好 那因为这是倍数关系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呢 看成是一组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组 那么我们就会 有 两条兔有四条体 然后一只鸡有两条体 那么这一组里面呢 我们就有六条体 对啊 这一组里面我们就有六条体 所以从题目我们知道 兔比鸡多六十条体 兔比鸡多六十条体 所以从这边一组 我们可以看到 一组的话呢 兔比鸡多六条体 每一组呢 兔比鸡多六条体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多组这六条体 这六十条体 除以每一组多组的六条体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有十组 对吧 这说明有十组啊 就是有这个组啊 总共有十组 那么鸡多各有道支 所以我们知道 总共有十组之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鸡的数量 因为从每一组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每一组呢 只有一只鸡 所以 我们就有十组 每一组有一只鸡 所以我们知道 这边有十 十字鸡 鸡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组有两条鸡啊 每一组两条鸡 所以 十组的话 每一组两条鸡呢 就有 二十四度啊 OK 解决完毕 接决完毕 每一组都 感谢观看